据日媒近日报道 曾参与唐人街探三演出的日本演员莲田秀胜因肝病突然离世 终年49岁 经纪公司发布复告 透露莲田秀胜在9月底去世 家属举办了小型葬礼 只有尽情出席 资料显示 莲田秀胜出生于1973年 是日本神奈川线人 2002年进入剧团工作 出演过多部舞台剧 后来进入影视剧 公司表示 莲田秀胜近年才从舞台剧演员转型为影视剧演员 刚刚取到一点成绩就因为肝病促世 令人难以接受 唐人街探三是2021年上映 因为主题设在东京 所以找了很多日本演员出演 莲田秀胜因为客串该片在日本走红 成为其生前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之一 据日媒报道 莲田秀胜生前受访表达了小莽中国及好莱坞发展的想法 若不是因肝病突然去世 很可能会继续